诶 郭婧玉 我们去部落几次啦 每年去一次已经去四次了 蛤 四次了 你们去到部落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 看过去的话 直接到门边的商店里面 大多人 都是一点老人太喜欢 几乎是没有理解很多 我们进去了部落四次了 但是每次去部落 都没有看见一遍他的父母 在部落里有很多 跟我们同年级的同学 他们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 而我们的父母 都是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陪伴我们 部落的工作机会很少 所以通常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不会留在部落 而是出去工作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要去改变那个部落 那他会变什么样子 就是 部落的人口会增加 而且会增加 年轻人的工作机会 这样 就不会只有 部落里 只有老人和小孩也会多了年轻人 而且 也可以让 看不到爸爸妈妈的小孩 跟自己的父母团结 也可以传承安美族的 狩猎 藤边的文化 好 再谈一下关于问卷的部分 问卷的部分 来 我们先从老师的部分 老师的部分是谁固整的 来 请告诉我们老师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当然 不行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还要看到 没有哪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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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气某 学习气某 很好 我觉得说 它这个 四维分箱蛮适合做 游学方面 有好幾家 然後 我覺得在設計之為本酒裡的分工程 這個用我們這樣角度去講一下 大概畫一下 你覺得很難嗎 有點難 有點難 超級難 那你們怎麼克服呢 我們做這些的附近就是為了要讓 為了創造就業機會 可以讓這些青年可以回到蘇勒來做 從事傳承文化 我們會將這個訊息放在部落格還有臉書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有在做這個計畫 希望讓更多人知道要珍惜台灣原住民的文化 因為一旦失去了 就不會再有 教學專業能改變世界 阿爺